第一章天心 灵涕即已 即则 反 故昔日有许祖 垂死普度 特立教外别传之旨 文者千劫难逢 受者一时法会 皆当养体许祖心 先于人伦日用监 立定脚跟 方可 修真悟性 我奉斥为度师 今以太乙精华宗旨发明 然后细为开说 太乙者 无上之谓 单诀甚多 总假有为 而真无为 非一抄直入 之旨 我传宗旨 直提姓功 不落第二法门 所以为妙 今华极光也 光是何色 取向于今华 一觅一光自在内 是天仙太乙之真气 水 香迁 只一味者此也 回光之功 全用逆法 驻想天心 天心居日月中 黄庭经云 寸田齿宅可置生 齿宅 面也 面上寸田 非天心而合 方寸中 具有御罗霄台之圣 御经丹阙之旗 乃至须至灵之神所著 如约虚中 誓约灵台 道约足土 约黄庭 约玄冠 约仙天窍 盖天心 游宅舍一般 光乃主人翁也 故意回光 则周身之气 皆上朝 如圣王定都立即 执欲伯者万国 又如 主人精明 奴婢自然奉命 各司其事 诸子只去回光 便是无上妙地 光一动而难定 回之既久 此光宁结 即是自然法身 而宁神于九霄之上矣 新印经 所谓 末朝非生者 此也 宗旨行去 别无求禁之法 旨在纯响于此 冷言经云 纯响即非 必生 上天飞苍苍之天 即生身于前宫是也 久之 自然身外有身 金华即金丹 神明变化 各失于心 此种妙觉 虽不插毫末 然 而甚火 全要聪明 又须沉静 非即聪明人行不得 非即沉静 人守不得 一文 于祖说 自然叫做道 道是没有名称 没有形状的 只不过是性 是原神罢了 本性和生命 是不可见的 只有寄托在天光之中 天 光也是不可见的 只有寄托于两目之中 自古以来的 先人真人 都是口授口传 口传一点 就得到一点 从老子将士 东华帝君传授给 我一直传到南宗 北宗 是全真教集圣的时代 兴盛是指信徒繁多 衰败是指心传不计 到了今日 已经泛滥到极点 衰败到极点了 物极必反 所以 敬明道 许训祖师发慈悲之心 普度众生 特地发掘出文字 并未记载的真正旨意 闻到的人千载难逢 受到的人顿然 开悟 我们要体悟 许训祖师的良苦用心 在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方面 只有站稳脚跟 才可以修真悟性 我奉圣上之命 作为你们的导师 首先要阐明太乙金华宗旨 然后再详细地讲解 太乙是至高无上的称谓 金丹的秘诀很多 关键在于凭借有为 而达到无为 但 并不能超越一切步骤 而直接达到无为境界 我所传授的金华 金丹宗旨 直接阐释性功 而不是误入旁门左道 所以 最为神妙 金华就是光 光是什么颜色 光取向于金花的黄金色 金花之中 隐藏着光 这个光 就是先天太乙真气 水相迁 只一位这句话指的 就是它 能回转光的功法 完全采用逆行 意念集中在天心的位置 天心就在两眼之间 黄庭经说 尺宅上的寸田 可以支配生 命 尺宅 一尺之宅 就是面部 面部寸田 一寸之地 不是天心 是什么 在这方圆一寸之地 有辉煌壮丽的景观 就像琼楼玉 与雕台画阁 乃是至虚至灵的 元神居住的地方 儒家称之为虚中 佛家称之为灵台 道家称之为 祖土 黄庭玄关 先天窍 天 心就如同一座宅舍 光就是这座宅舍的主人 所以 光一旦开始回转 全身之气 就都会朝头上的玄关 汇集 好像知名的君王 确立国 都 建立统治大业 天下万国 都守之重礼 前来朝贺 又如主人精湛贤明 奴仆自然遵守 主人的命令 各自管好自己 分内之事 你们 只需要回转金光 这便是至高无上的 妙之真谛 光容易运动 而难以固定 长时间地回转 光自然就会凝聚在一起 这就是自然的法身 就能够凝结 元神飞升到九霄之上 新印经说 默默地朝拜天地 元神 到一定的时候 就可以飞升上天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按照这个宗旨 练习下去 不必再去寻求其他方法 只需集中意念 进行光的回转就了 冷言经说 专一集中意念 就能飞升 必定 能生于天上 这里的天 并不是只茫茫苍天 而是只产生身体的天心 时间久了 自然会得到身外的法身 金光就是金丹 神明 的一切变化 都依赖于心 要掌握这种神奇奥妙 必须要做到毫离不差 同时也要十分灵活 一切都需要聪明 又需要沉静 不是极为 聪明的人是练习不了的 不是极为沉静的人 也是固守不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